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想到火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火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法 你会想到什么 我问了很多人 很多人给我这个答案 他想到说 我第一个想法呢 我就会想到第一 对吗 第一 那另外一个人想法呢 因为通常基督徒会比较属灵 一定可以讲第一 火嘛 第一呢 第一有什么呢 第一有火湖 有没有 火湖 然后呢 又想到什么呢 基督徒 当人家得罪你的时候 你最想做什么呢 那个人最好让神审判他 有没有 火嘛 火 让火烧死他 那耶稣基督的门徒曾经也这样讲 哇 降下火来 把他们烧死掉 对呀 当我们想到火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第一啊 火湖啊 还要想到审判啊 还想到上帝怎么惩罚这些人啊 但是呢 如果你好好的去研究圣经 你好好去看圣经的话 你会很惊讶的 这个火 火其实呢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同伴 当你想到火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来 我们猜一下 想到火的时候想到什么 他的同 那个是反义词 跟他的同伴 阿邦阿爹 想到火的时候 你一定想到灯啊 还是光 对吗 对呀 你想到火的时候 你一定想到光 对吗 还有呢 你想到有火 有光的时候 很冷吗 当然是热 对呀 所以你发现呢 当我们讲到火的时候 你的思想你要想到火有一个同意词 就是光 然后呢 我们也会发现 你研究圣经 你会发现 火 常常提到火的时候 然后他要提到光 不然他提到光的话 他要讲到神的一个属性 圣结的属性 同时这个光还有一个同样的属性 就是热 有光的地方一定有多少有热度 有光的地方一定多少有跟火有关系 有火跟有光也有热 所以大多数呢 我们发现圣经里面 因为当他讲到火 还讲到光 所以当我们讲 I'm on fire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有神的光 有没有 当我们讲的 I'm on fire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讲到我们为神火热 对吗 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思想来介入 所以大多数我们发现圣经讲到 这个火跟光的时候 他不只是讲到要审判人 其实我们的神他不想要审判人 他多么想每一个人得救 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神 对吗 我们的神是非常善良的神 他非常爱我们的神 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嘛 对吗 圣经没有讲神就是审判 没有 圣经讲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发现圣经形容很多 有关于神的光 火跟热的时候呢 他都不是常常讲到说 神要怎么样用火来审判他的 你会发现神常常都是用很良善 神是光 神要光照你们 神要你们火热 都是比较积极 比较真面的一方面 所以第一我们要来看 深入了 这整个月你们都在讲 I am fire 穿了也是穿红色 橙色 黄色 但是你要真正了解 圣经到底讲火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 火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发现火呢 也常常把它翻译成为光 这样光 尤其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四节里面 他讲到说 当彼得 否认耶稣基督三次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这些人把耶稣抓走了 他就在后面偷偷地走的时候 偷偷跟随的时候 那有一群人看到呢 一群人他们在那边做出生火的时候 圣经有一句话讲说 他们在那边一同做做 由火光里面烤火 他可能是烤肉还是烤什么 BBQ的东西吃 那后来看到彼得 所以圣经那边形容讲到火的时候 他有提到光 所以火他有提到光 那第一我们发现呢 火呢是意表什么 当圣经讲到火的时候 其实呢他有带来一个意思就是 火常常是彰显出神自己的表现 当圣经讲到有火的时候 其实他要告诉我们说 那个地方有神的同在 有火就是神的同在 怎么样讲呢 在出埃及记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摩西 当神护照摩西的时候 是怎么样护照吗 你们有一个图画吗 圣经看这个图画 当神护照摩西的时候 他前面有一个的火烧的经济 火烧的经济 而这个经济呢 虽然火在烧做 但是你发现这很奇妙的 这个火在烧这个经济的时候 这个经济呢不会烧毁的吧 火一来烧东西的时候都会烧毁 对吧 但是很奇妙的这件事情 这个火一直在烧这棵树 这棵树 这棵树的时候 这棵为什么叫棵树 这种的植物 它已经是很干了的 在沙漠地方嘛 它一着火 是不出奇的 就好像一些草地干了 有着火 这不出奇的东西 对吧 但是很出奇的地方就是 它在烧 一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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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灭的 所以呢 长老会的教会 他们就用这个来做他们的标题 就是 不会烧毁的经济 你去看长老会的教会 他们有这个logo 就是这个经济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里我们看到呢 圣经提到的就是 当指到火的时候 指到是神的同在 所以当我们讲 I on fire的时候 历史 你再告诉人 你有神的同在 这是第一 第二 当我们讲到火的时候呢 是预表神的引导 怎么样讲呢 在初爱集记 第十三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当时摩西 带领一群的以色列人 对吧 去到这个 进到这些旷野 要去到应死支队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没有GPS 也没有车 也没有路牌 也没有blast highway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们怎么样 知道要去到哪里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你很简单 你要去 你就找地图 GPS 有没有 你找 你就可以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他是以前摩西没有像我们的先进 但是呢 虽然他没有了导航系统 他却有神而来的云柱跟火柱 什么叫云柱火柱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初爱集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热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那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发现他有摆天跟晚上 摆天神就用什么呢 摆天神就用云柱 billar of cloud 就是云柱 就一条的 我们知道天上天空有云嘛 但是这个云它是一直陷的 这个云柱到哪里 神就带那些以色列人就跟着这个云柱走 云柱停 他们就停了 他们就在那边砸云 那晚上的时候当然就看不到云 对啊 晚上的时候需要什么呢 火柱 所以就像刚才的图画 我们回去看刚才的图画 那刚才的图画我们发现说呢 就像很暗的时候 它有一个光的云柱 而这光的云柱 如果这光的云柱开始走的时候 他们就要赶快打包行李 跟着这个云柱去到哪里 他们就去到哪里 那换句话说 这个火柱是神的引导 当你讲Eye on fire的时候呢 你意思要告诉人说 你的生命有神的引导 你知道你要走去哪里 所以亲爱年轻人 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火在我们里面 当你有神的火的时候 你就不会迷失你的人生的方向 你就会知道神要带领你去哪里 包括你读了中学 你要去哪个学院 从学院出来 神要带你去做些什么东西都好 只要你有神的火在你里面 你就知道神要带领你去哪里 带领你去哪里 这很清楚 所以圣经讲说呢 使他们热夜都可以行走 那当摆天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我们要走去哪里 但是晚上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没有灯的话 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你假设说 现在我们把灯全部关起来一下 可能叫你站起来走几圈 可能你都不懂你要走去哪里了 所以你很清楚晚上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火 所以神就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成为你的引导 Amen 第三 火是预表神荣耀的形状 那怎么样讲呢 你们知道吗 上帝荣耀的形象是怎么样 有没有任何人 你曾经看过上帝的 上帝向你显现的 如果你问十个一百个人 都会跟你讲 他可能会看到神 但是他发现神的形象都是 大多数是用一个荣耀的光辉 来彰显他本身 圣经都这样讲 圣经讲说 没有一个人是面对面 直接见到神 包括摩西 摩西见到神的时候 都看到了 是一个很光亮的火 就好像这个头 这个投影上 很光亮 可能你可以看到一个形象 一个人的形象 有没有 但是呢 他是很光亮的 你看不到他的脸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神 这个是预表我们的神 神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 神是一个非常荣耀 甚至人都很难很用很正面的 你试试看明天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你可以戴你最喜欢的墨镜都可以 你直接戴好墨镜之后 再看太阳 看你可以忍耐多少秒 你会发现 即使你戴墨镜都好 很酷 你看太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太阳的光是非常非常强的 更何况是我们的神 太阳是神造的 神当然会比太阳更烈 更火 他的光更强 摩西在 书爱奇记二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记载这样讲 他说 耶和华的荣耀挺以西乃山 银采遮盖了三六天 第七天他从银中招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的眼前 形状 形状如烈火 形状如烈火 当我去查烈火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烈火 是很猛烈的火 火有很多种嘛 就好像有spotlight 它可以调暗 可以调墙 但是神的火 这是全世界最强烈的火 所以人就很难看 真的 如果你真可以看到神呢 你的眼睛已经下了 真的是下了 然后我们看到 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也有讲 形容 这个使徒耶和看到耶稣的时候 看到耶稣的眼睛的时候 他讲什么 圣经说 他的眼睛如火焰 跟我一起来讲 他的眼睛如火焰 所以我们看见火焰 所以火是怎么样 火是会烧的 对吗 然后呢 如果我们火是会烧的 他一定会把任何的东西 如果我们这里起了一团火的话 你什么东西放下去 你会发现 什么东西都会给它融化掉 烧毁掉 变成灰 对吗 所以但是呢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些东西是从神而来的 你去烧之后 他可以烧 但是他烧不灭的吧 他会唯有属神的东西 不会被烧灭 就好像圣经讲说 有一天神要审判的火会来 会把全世界的东西烧毁掉 他是唯独神的话语 是灼热 金热 直到永远 绝不会改变 绝不会烧毁的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这些君王 用很多的方法 想把基督徒都杀死 你看 他是今天有没有基督徒啊 还有 基督徒是这样的 你越要把他杀死 他就越生越多 你越要把圣经撕掉 他就越来越多圣经 这是全世界人都可以认同的事情 早期在中国的统治者 君王也好 或者 旌旗的 我们的毛主席也好 他很想把圣经基督徒都溃坏掉 像第二世界大战的这个 德国的恶魔 希特勒 他想把犹太人 属神的人杀掉 灭掉 哇 灭掉好多啊 真的很多 是全世界以来 以色列被灭最多的 犹太人被灭最多的 你上网可以看 你发现 但是今天还有以色列人吗 有 以色列人是灭不掉的 但同样 今天我们 基督徒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属灵的犹太人 就是 所谓属灵犹太人 就是说 因为犹太人 以色列人是神简写 今天你们也是神简写的 所以你们 虽然你们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你们在死的眼光 你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所以 魔鬼要把你们灭掉 他绝对灭不掉的 我告诉你 我们有一个特异功能 如果魔鬼要灭你 他其实呢 就是我们所讲 他的doom day 就是他要灭的时候 他不要碰我们 只要他碰我们的话 神绝对放不过他 神绝对不会放过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年轻人 不要怕魔鬼 魔鬼不要怕他 让魔鬼来怕你 我们不要怕魔鬼 让魔鬼来怕你 ok 所以从神的属性 我们知道说呢 神是烈火 那当我们讲烈火的时候 意思是说 我们的神是一个 圣洁的神 怎么样讲 好像 这个金 黄金 gold 如果 当这个 黄金来被火 来烧 来烤 之后 黄金可能会被 溶掉 变成液体 但是一旦它 凌固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很 纯的黄金 所以 我们常常 会有这个的确计 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生命遇到 问题 被魔鬼来攻击你 或者你生命当中 遇到很困难 不要怕 神 用火来烤你 但是 他烤你的时候 你发现 你们之前有吃barbecue 好像听说 中秋节的那个 也有烧烤 有吗 没有 可能之前 你们有烧烤 可能你们家有烧烤 但是你发现 这个鸡肉 本来是 不熟的鸡肉 你烧的时候 越烧 越焦 不但焦 它就很熟 对吗 神是熟透了 所以不要怕 当上帝的火来粉烧你 或者魔鬼试探你的时候 你会越变越熟 告诉旁边人说 你会越变越熟 ok 你在属灵里面 你会变成越成熟 阿们 神的火一来烧的时候 你会变成越绝境 那 第四 火 我讲很好笑 ok 第一 火是一表捷径 cleanliness 就是说呢 以赛亚第六章讲到说 这个以赛亚先知 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 以赛亚还活在很舒服的环境 虽然他是先知 但是呢 当圣经讲到这个王 乌西亚崩的时候呢 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发现呢 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有一个 这个撒拉福飞到我的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用火 剪从炭上起下来 然后将炭沾我的口 说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得赦免 那我们发现说 当时的时候呢 这个天使呢 就用手去拿这个炭 而这个炭呢 就沾了以赛亚的口 当然以我们常人来讲 这是 这个一定是烧到我们的口 但是圣经其实 要形容的一件事情 从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形容 火就是洁净呢 因为上文有讲 他说 那时我说 以赛亚讲的 那时我说 火灾我灭亡了 就是简单的意思说 惨了 现在我要死了 他的意思说 惨了 现在我要死 为什么他讲惨了 我现在要死 一定是在之前 有一些事情发生 他才讲惨了 糟糕了 死了 死了 你会发现 美国人一有问题的时候 一定会讲什么 Oh my God Oh Jesus 对吗 那马来人有问题 有些讲 阿拉玛 因为他相信阿拉 阿拉玛 阿拉玛 OK 那 这是开玩笑 插起来 所以 以赛亚讲说 火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的嘴唇 以赛亚讲 为什么我灭亡了 因为我的嘴唇 我的嘴唇 我是不解的 不 换句话说 以赛亚讲 当他没有遇见神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很爱讲话 很鸡婆的人 他什么都会讲 他的嘴很肮脏 讲什么 不是他吃东西没有骂嘴的意思 不是 乃是因为他讲很多不应该讲的话 可能咒诅了的话 不是讲神要他讲的话 但是我们发现说 他又讲 我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道 不只是他一个人 嘴巴肮脏 他四周围的人 都是嘴巴肮脏 你有没有发现 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常常很有礼貌 对吗 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常常很有礼貌的 我们常常一开口的 就问候人家妈妈 爸爸有没有 真的很有礼貌的 你发现 而且哦 不只是我们这种比较大的人会 连小学生 幼儿园的学生都会 一开口就问候人家妈妈 然后旁边又学习 然后又学习 又学习 所以回家的时候 妈妈讲 做么你这样有礼貌 其实呢 他是讲 为什么你讲臭话的意思 所以我发现 当时以赛来讲说 我不等我嘴唇不解 我活在不解嘴唇的人当中 所以呢 神就讲说 神要把这个火炭 来洁净他的口 所以我们发现说 火是有意表洁净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讲 I on fire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就是告诉人 你在神的面前 你是神洁的 你是分别为神的 你是神所拣选的 Amen 好 接下来呢 既然我们知道 I on fire 很重要 那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上帝 有给我们这样的要求 怎么样的要求呢 你来看 上帝要求基督徒为他 什么什么 我们来看 是什么什么先 启示录3章16节 很容易记得的 耶和福音3章16节 是讲的说 主耶稣基督 爱我们 要救世人嘛 但是呢 启示录3章16节 你一定要去记得 圣经讲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非常不喜悦喝不冷又不热的咖啡 要么就冷咖啡 Copy all bang Copy bang 要么就热热的Carpacino Latte 不要给我一杯又不冷又不热 到底是冷还是不冷 热还是不热 上帝非常不喜欢这样 上帝正经告诉我们说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咖啡 不冷了又不热了 上帝非常讨厌这样 其次他意思是告诉我们 神不要基督徒 要么你就冷 这个冷淡的基督徒 不要瞎随耶稣的脸 你冷淡你就不来教会 你又冷淡又来教会 又影响别人对吗 要么你就热啦 烧别人啦 影响别人啦 不要来了又不冷 又不热 对吗 你喜欢吃又不冷又不热的 雪糕吗 雪糕一定是冷的 我有吃过又不冷又不热的雪糕 有一次 我们买了雪糕回来 放在我们的雪柜 雪糕放雪柜 结果没有电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雪糕啊 是烂白白的 那个就叫不冷又不热的雪糕 告诉你很难吃 超难吃 我把它丢掉 你看不要讲我丢掉 上帝也要丢掉 如果有这样的镜头 又不冷不热 上帝很讨厌的 你知道吗 冷气 你有没有发现 冷气又不冷又不热的冷气 真的有时刻无有 他没有gas他就不冷 但是他有风啊 他又不是很热啊 但是他就是不冷 所以你很不喜欢 冷气就是要冷 为什么又不冷又不热 对吗 很讨厌 讨厌死人 所以呢 既然上帝要我们火热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神给我们的一个requirement 一个要求 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 告诉旁边的人 然后提起你的声音说 要成为火热的基督徒 你要成为火热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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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神让我们有火 不但要有火 要有热的火 不但要热的火 神让我们是烈火 热烘烘的火 ok ok man 第三 如何保持我们对神的火热 如何保持 既然我们知道谁要我们火热 热烘烘的火 那怎么样保持呢 很简单嘛 如果你喝咖啡 你的咖啡冷了怎么办 你要给它热 告诉我 加热水 使用一个办法 第二呢 虫泡啊 放进微波炉 但是要小心哦 那些瓦器 如果不适合微波炉 会爆炸 ok 可能你要怎么样呢 去放给它热吧 好像有些人 他有一些 有一些的炉啊 还是怎么样哦 对吗 你要放给它热 所以我们发现呢 其实火呢 可以 再挑望起来的 火可以再挑望起来 哇 可能今天晚上你买了很好吃的福建炒面 但是你很饱了 但是呢 你就觉得很浪费 对吗 你要赶快给它打包好 放好 放去雪柜里面 然后明天 哈哈 我最喜欢吃的福建炒面 早上拿起来 再拿去炒一下 可以吃吗 还是可以吃的 因为它够热嘛 对吗 不可能你 在雪柜拿出来 那冷冷的你拿去吃嘛 对吗 吃坏肚子 对吗 会有吸菌 OK 我们上一个卫生课 OK 那 所以火其实可以被挑望起来的 像火炭一样 你要 让这个火炭再加火的话 你一定要怎么 继续的把它删 删一下 你看 卖沙特的 OK 那个 Majig 还是Bajig都好 它一定哪一个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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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小心看 漂亮小姐 杉杉杉杉杉 哎呦 阿爸妈 这样 噓噓噓噓噓 OK 哇 但是所以我们要讲出有一样的道理 就是火其实可以被挑望起来的 然后火你可以加的 不够火炭再加 所以呢 有三方面的 四方面的 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 很快的第一 要殷勤服侍主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已经讲了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那什么是殷勤 殷勤就是 认真 告诉旁边人讲 认真 认真 听牧师讲道 认真 然后呢 经历 对 我知道呢 现在当中有一些人要考试了 有没有 丰盛了要考试了 我告诉你 要殷勤 殷勤是什么 认真 然后呢 尽力 do your best 然后呢 要很快的反应 人家已经一个小时考了 你还在那边ABC DCBA 在那边 要很快的反应 知道答案赶快写 时间不留人 所以 殷勤就是认真 尽力 很快的反应 同时 任何事都要努力的去完成 像考试考卷一样 时间不等你 你会答案的话 你也要怎么样 要很快的去做 又快又准 你不可以讲 这一句 打准备了 肚子 我要做 什么 答案 但是打准备了 肚子 一分钟 对不起 所以你发现 殷勤就是要怎么样 要很快的反应 任何事情 要努力的去完成 所以圣经讲 常常服侍主 心里 就会火了起来 所以亲爱的年轻人 如果你要看到你的心 不断的 i on fire 的话 你就要常常服侍神 阿妹 如果你没有服侍神 开始起来服侍神 找一样的东西来服侍神 参与教会的服侍 他受了教训 然后接下来讲 心里火热 他心里火热是怎么样来 他是怎么样 on fire的 是因为他受了神的话语的教训 所以你发现 当我们越听神的话语 你里面会越来越火热 越来越火热 而那个火热是善良的火热 不是的 不要使我发火 牧师讲道 你在地下讲话 不要使牧师发火 不是那种 是很善良的火热 这个火热是很善良 但是他心里就开始有神的火 神的 passion在里面 然后路加福音24章32节也有讲 他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 岂不是火热的吗 当时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他在呢 一个地方就 遇见这些门徒 但是那些门徒 真的是糊里糊涂的 我告诉你 你读圣经里发现 当时路加福音讲到 这群门徒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糊里糊涂的门徒 耶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耶稣 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人跟你讲话 先生 请你告诉我 这个怎样去 怎样去 我知道 去摘院 其实走这里 走走走 再走一下 然后转右 然后右再左 然后走走走走 之后 但是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是陈牧师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是陈牧师 但是 当时的门徒是这样 他就说 奇怪 我都发现这个人很熟悉 是 哎呀 呀 然后陈牧师走 他就说 哎呀 其实是陈牧师来的 为什么我没有跟他打招呼 那你发现 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里面已经灰心了 你会发现 因为当你这个人灰心的时候啊 你灵里面也很不清楚的 对吗 当你遇到一些事情发生在里面的时候 你就没有心要读圣经去祷告 有没有 老实讲 有没有 有嘛 肯定都有的 OK 所以你发现 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真的不想来教会 有没有 有啊 你很不想来教会 来教会是拖着脚来的 拖着来的 对呀 但是你发现圣经讲说 当神的话语 你听到的时候 你里面的心就开始火热起来 所以如果你要继续 Keep on fire的话 你一定要服侍神 一定要常常听神的话 一定要不要 不要停止气会 常常读圣经祷告 第三 就是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经也有讲说 圣灵是也讲解成火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给里面的火 换句话说 你里面的火会被消灭的 你里面可能 所以你会发现 哇 之前哦 六月有M4G的时候 哇 我们大家唱诗歌 哇 会跳 哇 会跳到 顶到上面去 哇 会跳得很厉害 然后我们要四封神 我们要四封神 我要去爱主 但是不到一个礼拜之后 火去哪里了 在哪里了 没有掉了 对啊 没有掉了 所以你发现呢 火会被消灭的 对啊 所以当圣经讲说 如果你知道你的火要被消灭的时候 怎么样 不要让它灭掉 圣灵感动你 就好像今天晚上 如果等一会儿 圣灵如果应行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 要你出来祷告 要你出来被祷告 要你出来寻求它的时候 你不要去消灭它 如果你一消灭它 这个火 那一个火虽然小 你们当然有 有参加过圣灵派对 有人吹那个 吹那个蜡烛 生的蛋糕的蜡烛 如果这个火还小的话 还OK 你还可以再点 给它大一点 如果这个火一灭了 就是 这么不好彩 就是那剩下最后一只的火柴 结果怎么样 没有办法再起火 对吧 如果火还小 还可以想办法 哇那你找一个报纸 还是找一个 是个小火柴啊 还是什么 再给它点一下 或者蜡烛 再给它接一下火 它还会挑望起来 对不对 所以圣灵 今天晚上 如果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不要去灭它 可能你灭掉它之后 以后圣灵可能 不再感动你 即使它感动你的话 你也听不到了 你已经 你的心已经 这个火已经灭了 已经死了 所以亲爱的年轻人 但圣灵感动你之后 我发现很多时候 年轻人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我以前也是这样 哎呦 圣灵感动 没有人出去 我不好意思啊 做什么对 人家陪咩 去厕所 你要人家陪你去厕所 有没有 姐妹还好讲啦 弟兄不好这样啦 去厕所 我很怕欸 带我去厕所 圣灵感动你出来 不要讲说 我很怕勒 带我出去 带我出去 你出去先 你出去先 我跟你出去 圣灵感动你 你要自己出来 对吧 你要自己出来 最后 圣经讲 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所以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 他说 施洗耶翰讲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教你们悔改 当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 你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 解鞋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 那施洗耶翰讲说 我可以讲悔改的道 然后用水给你们洗礼 但是 还有一个比我更大的 就是耶稣基督 他会用他的圣灵以火 所以你发现 圣经有很多的经文 也是讲到圣灵的时候 他都会连同火一起讲 英文就是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ith fire and with fire 换句话说 他有一个意思是 病同样进行 有圣灵来就是火来的 但是 他的意思不是说 当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 牧师有火 OK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说呢 火还有带一个意思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火是有洁净的 的含义在里面 火是有什么 火有神的同在 有没有 还有呢 刚才我们讲还有什么 火有神的荣耀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 当你 人家为你祷告 还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为什么那个人会哭 因为圣灵感动 他说 哦 有些东西你 做错了 你要悔改 对呀 所以你知道神感动你 所以你会说感动你会哭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你会感到神的同在 就好像因为神的同在是怎么样感觉 因为圣经形容说 神的同在 火像神的同在 如果有 我点一个火放在你的旁边 你会感受得到吗 会啊 如果你感受不到就是已经麻木了咯 如果 着火 烧你的褲 你没有感觉就惨了 等下今天晚上你没有褲回去 你一定会有感觉的 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会有感觉的 你会知道 圣灵已经来到你当中 所以今天晚上你要预备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先要请我们的敬拜团先上来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讲完 但是 要开始上来 我们要慢慢取救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来帮助我们 所以呢 圣经讲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所以在新业的圣经中 最开始的时候 圣灵 这是以火 有关系的 施洗耶汉 一言 耶稣 这样就是那个 他要用圣灵 以火给你们施洗的 所以亲爱的人群人 今天晚上 只要你的心愿意敞开的话 圣灵 会用火 来充满你 而这个火 圣灵以火给你施洗 这个以的意思就是 神之包括 神之 跟火 来充满你 所以当圣灵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 停留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 圣经形容说 圣灵充满这些人的时候 他的石头 炉火 舌头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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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舌头 烫 他的石头炉火 石头火 来形容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每一个基督徒 圣灵充满当时的信徒 所以在那一刹那 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充满 都被圣灵充满 所以在使徒行传 第二章三到四节 他说 又有石头炉火焰 显现出来 奋落在个人的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持的口才 说出别口的话来 所以今天晚上 亲爱的年轻人 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圣灵会吃给我们口才 说出别口的话来 简单的话 就是 神会让我们讲出方言来 但是今天晚上 如果圣灵充满你 你不会讲出方言来 也没关系 但是圣灵可能充满你的时候 他会让你的舌头 因为圣经讲这个方言 就是石头的声音 所以当圣灵充满 如果你还没有 你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 可能圣灵会掌管你 让你讲出方言 就是神充满你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 有多少个年轻人 你心中已经预备好 说我要被圣灵充满 我要让石头再领导我 所以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你会很真实的感受到上帝 你会知道上帝就在你身边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就不会迷失方向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圣灵火就是神的引导 所以亲爱的年轻人 今天晚上你在这里 可能你人已经在这里 但是呢可能你在你的方向 你还在迷失当中 你还不知道你是谁 你也不知道你将来要往哪里去 你还很迷途 你还不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方式是什么 但是没关系 今天晚上 只要你愿意渴慕 我们说主耶稣你来充满我 圣灵你来充满我 我告诉你 圣灵会指引你 可能神会透过我们这些领述啊 牧师啊 为你祷告的时候 圣灵感动 我们会跟你讲一些的话语 为你祷告 如果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耳朵 神可能透过我们祷告 就向你说话 你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动吗 那为什么你圣灵没有方向 是因为你没有神的引导 最后 今天晚上如果你心中有挣扎的话 或者你有一些的罪被困绑 你也不需要告诉我你是什么罪 但是你自己很清楚 你也很清楚你这位基督徒 你不该犯这种罪 你也知道你是 你感觉到很不失味道 但是你说你一直很想要脱离 但是今天晚上 不用这么挣扎 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 他会帮助你 圣灵是烈火 当你让他充满你的时候 他就会来接近 亲爱的年轻人 今天晚上你们预备好 你们预备吗 如果你预备好 今天晚上 我要你住在你坐住的地方 这时候你花一分钟的时间 安静你自己 闭上你的眼睛 我们去我们的静怀团来带大家 他们会来唱一遍之后 然后你心中你坐住 你预备好了之后 你觉得说今天晚上 让牧师请你为我祷告 我要被圣灵充满 我要领受圣灵的感动 我要让圣灵火再次挑望我 就在这个时候 你的神的灵已经在开始感动你了 你开始来祷告好不好 这个时候你花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 让我们敬拜团 他们开始慢慢的进入敬拜的时候 让圣灵来感动你 哈利路亚